我们讲圆明园从雍正乾隆两朝奠定了一个大的基本格局之后 到了嘉庆朝 它的一个最大的变化就是完善了齐春园的建设 齐春园的格局 完整的格局是在嘉庆一朝奠定的 这个里面其实也有一个小的故事 和生是乾隆朝的宠臣 但是他在嘉庆四年就论罪赐死 而和生另外一个很大的名声 就是他也是一个有名的贪官 他积累了大量的财富 自己的宅邸也非常的豪奢 所以当时其实有一个说法 就是说乾隆还没死呢 乾隆的几个皇子们 其实都已经盯上了和生的财产 所以和生死后不光我们说他的住宅被发墨 另外他也有次元 和生的次元叫石户元 所以在和生论罪赐死之后 他的次元就赐给了嘉庆的兄弟 永兴 而永兴原来是在西爽村有他的次元 所以西爽村的次元后来就这样被置换了出来 自换了之后这个地方就进行了景点建设 就成为齐村园的清夏斋 所以我们讲这个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小故事 就是和生的这个论罪带来了这个空间的置换 最后也影响到了齐村园格局的完善 市民主乡 海田 城 台湾